好那剛剛看完RSS 那接下來看ATAM ATAM是什麼 ATAM就是RSS新版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 那所以有的同學聽著說 到底跟我像剛剛這個 在Facebook上面就有同學說 到底RSS怎麼用啊 RSS不是你來用的 是程式來用的 我們是要懂 我們要來寫程式來開發 來用RSS 那我們用的就是 我們用aggregator 如果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我們用aggregator 或我們寫aggregator 我們寫這個 來用RSS 因為RSS是SML的格式嘛 我剛剛說RSS 這個RSS這種東西 人看起來很不舒服 對不對 所以呢我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人看起來比較舒服的這種格式 所以 人看起來比較舒服的是 是這個有link 有這個內容 有這些東西 那使用者再點下去 他點到那個地方去 link到那裡去 所以RSS是 RSS是SML的格式 ATAM也是一樣 都是SML的格式 那這些東西不是 RSS不是給人看的 是給我們程式看的 那這個 他是一個標準的表示法 那 OK好 那ATAM呢 ATAM是RSS的這個 你說比較 比較新版 比較進階版 比如說進階版 新版 那他可以 他可以 期待 對 更複雜的資訊 更複雜的一些資訊 然後呢 他在 當然他更標準 你可以 editing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ATAM他有一個 所謂官方網站 official website ATAM.org 那這個 同樣的 我們 你現在不是在選 Gator的話 對那個格式 你知道這個 有這個就可以了 知道這個 那 ATAM他在 RS2.0到 到ATAM裡面 他有多做一些事情 就是有做 做這 Content Encoding Content Encoding 什麼意思呢 就是除了Pentex 就在RS跟ATAM 你看到大部分 都是文字 因為SML就是文字 除了文字以外 那他還多了一些 這個 Escape的 這個 HML 就包含 包含了這些 這些東西 包含這些東西 那 那這個 RS2.0是沒有辦法做 做這個 Incode辨別 那ATAM ATAM的話他就 就是說 容許你 去 標示 你是用什麼東西 來做Encoding 就是來做編碼 Encoding很重要 Encoding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這個Encoding的重要 其實所有的東西 都要儲存之前 或處理之前 都經過一些Encoding 像 像我們看到的 很多是訊號 像 你看到的這些光 對 你看 你現在你視覺裡面 看到這些東西 一開始到你的視網膜以後 裡面是什麼 這些訊號 那些訊號有沒有意義呢 是經過好幾層的 好幾層的編碼解碼 然後 還有很多processing 你才能夠 當然processing是很重要的 但是 它一定有經過編碼 編碼了以後呢 才能夠變成一個影像 才能夠再繼續做這個 所以 Encoding 我們電腦裡面也是 0101的代表什麼 我們 我們一堆 01001 8個bit成0101 它代表什麼 它可以Encode成 它可以代表一個整數 代表一個實數 代表一個實數 或代表一個rc code 那這就是不同的Encoding 那這樣 就有這個 這個 有這個Encoding的這個意思 那就理解 Encoding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 有不同的 我最後它給有很多 那我到底可以怎麼樣 Encoding 那這個 在Atom裡面 你可以explicably label 你可以標示 它是 到底是Plantex呢 還是可以 HTML 還是HTML 還是Base64 Binary Content 這個是Mail裡面 它是Base64 Email Binary Content 那為什麼 Email是Base64 Binary Content 那Email裡面 有時候會夾雜一些 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圖形 如果 因為我一個圖 我圖要 跟Email它傳的都是文字 對 我圖要變成 我一個圖要變成文字怎麼辦呢 我要把那個Binary 再把它編碼 然後到 到接收段 再把它解碼 不然那個Binary 那Binary的東西 二經位的東西 你怎麼把它變成 你要變成一種文字才能傳輸 對不對 我們一個圖形 我Email 假如我們Email只能傳 Email只能傳文字 可是你Email裡面夾雜的 我們不是自談附件 我們Email內容裡面 夾雜的一個圖形 那你這個圖形 你的Email只能是傳文字的啊 那你要把那個圖形變成文字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有沒有收到Email 看到一堆亂碼 有沒有看到過 可能有 對不對 那是因為 它傳遞的時候編碼了 可是你這一端 可能解碼沒有match到 所以它就直接把它 那個編碼過的那些 爛七八糟的那些文字 秀給你 那個就是 或者是因為語言的關係 或因為什麼 就是那個編碼跟解碼 不match的結果 所以這個 那Basically for binary content 就是它把bary content的變成 變成這個文字 然後做編碼接碼 這個 所以 所以這些 在Atom裡面呢 它做的就比較多了 在Atom Atom的這個格式 比Iss它更豐富一些 就在 在表示這種 呃 表示內容 這些都在表示什麼 表示內容 內容的 某一個內容 某一個資源 當然我們平常訂閱的時候 我們一般使用者是 用Google的時候 我們比較關鍵的是 內容的變化 新的內容 新的文章出來了 我要看一下 這個 像我們的這個財政學系上面 你也可以訂閱 你可以訂閱某幾個社群 那只要有新的 所以大家有些人很怕 我的作業心 早交了 其他人大家都會趕快參考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時間都有在上面 對不對 早做的參考 給別人參考也很好啊 那事實上 呃 是學長都有很多了 網路上可以參考的東西太多了 那這個 那個 那腳交的先後順序 事實上是在 在這個 助教改 這個評分的時候 也有考慮到這個 這一個部分 那不用等到 Due Day的前十分鐘 大家一起再 再交了 這個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的 對不對 所以有 這個是 我的課程跟我實驗室的 一個特色的 所有東西都是公開的 不爽都可以公開的 來 來這個 在各種的Plug上面啊 Facebook上面啊 開會開會的時候 你都可以都可以講的 所以 所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的 不公開就很危險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好保密的 就是 以學習的角度來看 沒什麼東西好保密 隱私當然要保密 隱私要保護 可是 可是就學習的角度來看 這個 公開 討論 這絕對是有幫助的 OK 那 那 那這是ATEM的這個 那 那有Content的Description 就是 那 內容 內容可以是全 全內容或部分的內容 那 那 RS呢 它不能夠 Describe這個 這個Content是部分還是全部的 那ATEM它可以說 你這個 你這個內容是 呃 只是Summary 還是說是全部的內容都可以 然後呢 那 而且內容可以是這個Audio binary的都可以 所以 所以基本上ATEM是比RS更多一點 那這 這邊是一個對照 ATEM跟RSS對照的一個比較好 我不詳細的看 那這個 大概看一下 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RS是我們 就有Channel啊 Title啊 Link Channel title link Description這些東西裡面有好幾個Item 這個 大家大家也知道 我們不用管內容是什麼了 那 但是ATEM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是有這個 除了title以外呢 它可以有subtitle 那 那這個 subtitle就像字幕 一般講說subtitle就是字幕 它可以有字幕 然後 有些有的它這邊都 ATEM都有 然後它還有一些 它還有ID 它可以加一些ID啊 加上update的時間 那這個 這是RS裡面沒有的 但在ATEM裡面 它有一些這個 我這個是什麼時間更新的 這些東西可以加在這個ATEM裡面 注意到這些東西也不是人家的 都是程式家的 但程式是誰寫的 程式是人寫的 我們 我們就是要寫這些程式處理這些事情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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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就用API來處理這個文件 就是你 最底層的這些pass什麼的 我們就不用寫 這都別人都幫我們寫好了 就不用再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我們跳過去沒有看的 剛剛那個上上課 跳過去沒有看那個程式呢 就是來處理這些東西 很累的這些東西 那你就以後你不用處理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有 有這些東西在 然後我當我要 我要 我要去抓某一個 我有API 能夠抓某樣東西的時候 像 就 YouTube的API啊 或Google看的API啊 那你知道 你就可以去抓這些東西 好了來用 所以我們 我們還是用程式來處理這些 RSS跟ATEM 那 那 處理以後 最後丟給使用者 那使用者就看到是這個東西 使用者 他懂不懂RSS 懂不懂ATEM 無所謂 使用者只要懂Google Reader 我訂閱 我這個人分享 我要去 那我們 要寫程式 我們要寫Google Reader 給別人用 寫一個這個給別人用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懂這些 那 那 那是不是 我們正要去pass它呢 不需要 那因為 像Google 像YouTube Google Health 它已經提供你更高一層的API 讓你來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這個是 RSS跟ATEM的這個差別 然後怎麼使用 好 那一個Feed的長相 這很快看一下 後面 大家都是在介紹這個結構的 ATEM Feed Feed裡面有ID Authers Link Title Updated 那裡面可能有好多個Entry 它不叫 它叫Entry Entry 就是有很多個 很多項 你可以想一下是Item 還有ID Updated 然後這個 每一個Item的Update 然後Link 然後Summary Content